現在持續呢 檢放在追著金華城弊案 到底金流有沒有破口 現在傳出呢 北檢今天會再度傳喚一名證人 而另外包括的省慶金呢 因為身體不是兩度來介護就醫 現在律師盛禁呢 已經申請聚保來停壓 最快會做出什麼樣的裁定 我們把現場連線給記者尤濤 來告訴大家 尤濤請說 好 各位觀眾 須帶您關心金華城的最新進展 今天呢 已經是柯文哲積壓第十二天 那現在很多人都關心說 整齊案件的進度到底是如何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 現在整齊案件呢 根據我們瞭解 已經進入了深水區了 所以說今天北檢呢 是稍作休息 今天沒有要提訓任何的被告 也沒有要傳喚任何 跟金華城有關的相關證人 不過呢 整齊案件 我們幫大家回顧一下 就在上週的時候呢 北檢其實可以說是動作頻頻 不只呢 是提訓的相關的被告 以及所有的證人呢 其實都是一一的來被約談 其中呢 一個關鍵的一個證人 其中的一個關鍵證人呢 就是黃錦茂 那黃錦茂呢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黃錦茂其實是過去呢 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來接任 北市府 也就是柯市府 當時的都發局長 那黃錦茂的身份之所以特別 就是因為呢 他原本是證人的身份被約談 結果當場轉為被告 最後呢 還是以500萬元 這樣的一個高價來交保 而且呢 當時黃錦茂呢 還一度哭窮 最後呢 在半夜又湊出了500萬 成功的走出北檢 那這個事情告訴我們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黃錦茂啊 他的身份在金華城案中 肯定是相當特別 第一個是500萬 這個金額非常的高 第二個是黃錦茂呢 他其實不是台北人 對於金華城案呢 一定當初在接任的時候呢 瞭解一定是有限的 但是呢 現在外界傳出 彭震生和黃錦茂呢 都是柯文哲當時呢 故意安插在金華城案中 來布局的一個角色 那現在呢 北檢也要往這個方向 來繼續的查明 到底黃錦茂呢 和彭震生 當時是不是奉命刑事 來幫這個金華城案 一路的打通關 好 這個是證人的部分 至於被告的部分 現在就像我們剛剛講到了 柯文哲已經羈押第12天了 那相關的被告有沒有人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來出來呢 現在唯一一個比較有機會出來的就是沈慶經老 因為過去呢 我們可以看到沈慶經在抵達北檢來進行提訓的時候 都是坐著輪椅出現 表示他的身體狀況呢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尤其沈慶經有一次呢 還被我們拍到 在第二次來進行提訓的時候呢 身上竟然還裝了倒尿管 那他的律師岳芳如呢 在13號晚間的時候呢 也趕緊來提出這個申請 聚保停壓的申請 就是因為呢 他們認為沈慶經的狀況 已經是非常的不好囉 那現在聚保停壓狀況會是如何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呢 今天禮拜一的時候呢 法院才會正式的來進行分案 要來詢問一下檢方的意見 那檢方呢會同意這個沈慶經來進行聚保停壓嗎 那之後呢 這個答案會再回函給臺北地院 那如果是同意的話 事情就很簡單 沈慶經呢有很大的概率 就可以來進行聚保停壓 但如果不同意的話呢 現在就得由院方來決定 到底沈慶經在交保期間 如果說保外交易 還是沒有辦法來治好他的病情的話 可能就會來進行交保 不過接下來下午會進行提訓被告 還是會再傳喚任何的證人呢 我們三線新聞團隊 都會在現場持續來為你們做掌握 好我們謝尤他說了司法攻防 現在整起案件讓已經被羈押的柯文哲 如果民眾黨要再挺的話 會不會因此呢 全黨就一人導致亂權挺科啊 讓他們整個黨徹底被泡沫化 現在呢聚焦了就在黃山山 大家就說 你對於相關的法令 你是一個律師過去 還是副市長 一定懂呢 這所謂的精華城案 他現在為了力挺柯文哲呢 就把相關的獎勵內容啊 就說呢 三大的理由 包括了像是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移居城市呢 就說整個台北市政府 過去在柯文哲給20%的容積率 完全沒違法 這下子就讓簡書培給重重打臉了 說這樣子一個挺柯文哲的做法 根本是瞎挺 全黨幹做的 這所謂的法盲 怎麼說呢 從四點來出發 這四個疑點呢 包括了這個 黃山山所舉出的這四大點 根本呢 是在六都以外直轄市之外 不包含在台北市之內 跟其他台灣的一般縣市 而另外在金華城 以及台北市政府 不論了這相關的容積獎勵 都應該由市政府來做 怎麼會是 我們被金華城給牽著鼻子走 因此你自創這所謂的容積獎勵啊 至少在都市更新的計畫案 都是30年的舊建案 而金華城呢 不過到現在貴滿20年 根本完全不適用 現在讓他直接點出了黃山山 讓你作為當年的第一副市長 更應該呢 講出你在金華城 到底是當中負責什麼樣的角色 是不是因為擔心自己也成為被告 現在才不斷的護航柯文哲 而另外跟柯文哲有關的啊 當時現在來看看洪建議呢 直接點名蔡壁如 對他提出了三大疑問 也就是當時呢 你到底認不認識朱雅虎 就是呢 這沈慶金跟柯文哲 最重要的這個中間關係人 以及你收到陳情書之後 你有沒有親自下令 而再加上你到底有沒有 跟金華城的這個高層來見面 假裝呢 來影射啊 就是認為蔡壁如 在這個金華城案當中 事實上也有角色 但是呢 蔡壁如馬上反駁 請你講話要有評有據 不然我最快 今天就在禮拜一要來告你 但是洪建議完全不緊張 所以你趕快去告吧 只要你敢對我提告 我就會把相關的市政 一律對外來公布 黃珊珊現在面對柯文哲 土力金華城20%的榮基獎勵 是准用都根 他現在以這個國土署 署長的話來講說 他是授權地方政府 最高權限就有20%的榮獎 這樣子的解釋 完全就是引用一半解釋一半 並沒有把它的完整的 把規的要求完全的說明清楚 因為我們知道榮基獎勵呢 應該要有一致性 而且要有公益性 我們現在有所看到的 給金華城的榮基獎勵 分別為移居城市 認證城市跟智慧城市 而這三個部分的榮基獎勵 除了金華城之外 沒有任何一個單位 有曾經有能夠申請到 所以只有金華城是這個唯一 那我們就要問說為什麼 柯文哲可以給金華城唯一 是不是柯文哲當時在第二任 接受到這個金華城的陳情案的時候 之所以會改變心意 跟第一屆所不同 就是你黃珊珊建議的 所以才讓柯文哲就送給了 金華城20%的榮獎 我覺得這是黃珊珊必須要講清楚 如果是那黃珊珊你也涉及了圖利 這個部分我個人認為他是慌了也急了 我個人認為可能他關心的事情太多 忘記了這一件在他心目中算是小小的案子吧 可是居然是他小小案子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是一個天大的大事 那在這個時候我只能說 在2022年2018年為什麼同時 林青龍跟林周明會辭職 但是當時候已經講好了 由彭震生跟黃錦茂來接局長跟副市長 其前提在第一屆他們已經躍躍欲試了 只是當時候的絆腳石跟當時候的一個 剎車比林青龍跟林周明一直不同意 所以在第二屆迫不及待把他們兩個抓下來 主要用意在這裡 那我明天也會將蔡壁如告我的以後 我會將所有的答案公諸於我們全國的民眾 那也是發生在第一屆的時間任內 所以蔡壁如 蔡小姐 你怕了嗎 還是你慌了 趕快告我 我趕快有時間把這些證據公諸於給大家看 好 柯文哲捲入了弊案 真的讓民眾黨是元氣大商 會不會徹底來泡沫化 過去他曾經超越了這個國民黨 成為臺灣的第二大黨 來看看最新的一筆呢 臺灣人的政黨支持 傾向近兩個月的變化 從八九兩個月來看 好 目前第一名的依舊是民進黨 從百分之三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 國民黨大概持平大概維持在兩成三左右 那麼最關鍵受到弊案 以及柯文哲影響的民眾黨 在上個月已經大幅下滑 只剩百分之十三點八 那麼隨著他被羈押 還有更多的市政曝光之後 臺灣的社會怎麼來看呢 繼續下跌 大概只剩百分之十二 好 下一張圖表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針對柯文哲的部分呢 事實上他曾經是臺灣聲望 最高的政治人物 好 當年最高呢 曾經在二零一七年的九月 超過了百分之六十六點七五 換句話說 臺灣每三個人 就有兩個人熱愛柯文哲 但是這麼叫一路的往下走 現在連一半都不到 創下了歷史新低 目前臺灣人 對柯文哲情感的支持度 已經是偏向了反面 目前只剩下歷史新低 百分之四四點九一 因此如果你還要挺柯文哲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政治聲望